中国人讲究农耕文明 你看从古代春秋战国的时候就讲究 孔夫子说 十不厌经 吃那肉可以切的那一片一片得薄 当然可能古代火力不足吧 古人讲究色 色是眼睛看的 你看说流氓色迷迷一看就美女眼睛都睁大了 我就是色迷 第一是眼观叫色 香第二就是闻 是吧 法国有一个电影叫香水 闻香是女人吗 美国有一个大片 闻香是女人 法国有一个大片用人肉做香水的 色香味 味就用舌头和牙去尝了 色香味 美食器 这东西也得好东西 也得装在美好的器物里边 你看我这放在暖气上 我这是人家给我的是叫什么呀 是也是外国的什么粉 一冲 那时候我看周有光就吃这个啊 说美国回来的协助医院给一吃这么一包 拿水一冲就满足了一个人的需要了 我吃的内容跟周有光有关 这碗跟他也有关 你看这碗这词 是吧 好词 这写着长寿 周有光 2016年1月13日 10年111岁 这老头活了112岁 到现在好多做碗的还拿老头这碗 买钱呢 你看我这个就说不上色香味美食器了 我都把我这个气全给浪费了 我还把这碗呢送给我边上 我认为值得尊敬的老人啊 比如三十八军军长徐钦仙 我就给过他 还有其他是吧 我认识好多老太太 哎呦 我现在一想都后悔 白送了明珠头暗 我喝茶这杯子也属于美的 你看这是 北大法学院 我没上过北大法学院 我是北大的法学士啊 但我没上过法学院 我是国际政治系 这是我师弟啊 我师弟给我的 他是法学院的 前一段我就把这杯子盖 掉地形给摔碎了 嘿好不容易 我说你到北大法学院 帮我问问谁家杯子摔了 盖剩的 哎他把这盖又给我拿回一个 说到色香味美食器 哎我刚那个弄的 冲了冲了一碗的 就是这个东西 都是美地造的啊 实际上都说纯天然 你看实际上它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人就是一米啊 一米黄豆山友 芡石啊 呃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也都给我做 嗯他们都是 呃哪去了 我看这个 比如这山友粉 铁棍山友 是吧 好几个造铁棍山友的和铁棍山友粉的都给我 最近还收一短信 说这个就是铁棍山友这地儿啊 焦座呀 说这个市委书记 是我北大八七级的我学弟 嗯 我还不认识这学弟 嗯 北大呀 你要一说北大 呃清华都先说北大七九级 我就北大七九级 然后再说哪个戏啊 这些学校都有老传统 一说就是哪年哪级的 是吧 你看就那个 包括苏修在中国建的那个北伐 大北洋军阀的那学校黄埔 说黄埔几期 黄埔四期 布科林彪 嗯 黄埔四期正宫科 呃那个叫什么 毛泽东那表弟文强 文强 周恩来那表弟周恩寿 哎 都是正科的 嗯 像给 跟我给我给我酿和平鸭酒 这个清华八零级老菜 化学系化工系 嗯 然后说到这个色香味美食器 现在啊都是烂包装 任何东西 你说这和平鸭这酒 我就老说 你就一酒瓶子就得了 这么大一包装 哎呀 是吧 都是包装 这些包装都属于烂包装 嗯 就过分的包装 这过分的包装我不喜欢 我觉得是浪费 我觉得是浪费 但有的包装也不行 你说你看 比如像我姐 我姐百枚啊 他就是酿这和平鸭酒的 他为我做的卤蛋 这卤蛋啊 因为是蛋 你看这蛋呢 他说两种 这些蛋呢 是包了皮的 嗯 这些蛋还有没包皮的 哎 包皮的没包皮的 他里边这些卤汁啊 已经一点都不剩了 嗯 这里边还有豆腐 豆腐 是吧 哎 这豆腐我都给吃了 啊 豆腐我都给吃了 他这个 我儿 我儿子就会做乳蛋 嗯 我儿子开始也不会 我儿子把鸡蛋 就这么煮了 然后呢 这么砸碎了 有花纹 就所谓茶叶蛋 茶叶蛋 就是福建为美食 就尿蛋 桶子尿蛋 也是这东西 他就这么 然后自己煮了半天 可以根本就没法吃 是吧 因为穷人 唯一补充蛋白质的 就是鸡蛋 蛋白质 蛋白质什么 就直接是从那个蛋清 这么来的 后来 我给我儿子 找了俩女师傅 四川的 一是科迪 一个是史非 被他媳妇 那俩阿姨跟他说 说你得把这鸡蛋皮 给煲了 煲了 而且得用叉子 叉子就吃一餐吃 拿那叉子 把在这鸡蛋上 叉了眼 叉了眼之后 你再卤 这汁才能浸到 鸡蛋里边去 然后那个 史非非的婆娘跟科迪 都是给那种 他们四川的老药 成都的老药 给我儿子 我儿子自己就会 就会 勤 勤俭建国 就自己会做卤蛋了 这个卤蛋呢 就是第一 有的包皮了 有的没包皮 这是第一 第二 这鸡蛋没插眼 没插眼 哎 然后呢 所以你汁就没进去 这鸡蛋都没味 第三 就是这包装啊 这是一种硬塑料 这硬塑料 然后快递到北京 连摔 全碎了 这鸡蛋 我刚才都挑半天 这盖 这盖全粉碎 全是碎的塑料 喳嘎 哎 这个包 这个盒就不及格 嗯 我跟百媚姐姐说 我又挑姐姐毛病哈 您也别怪我 第一 我觉得这蛋不是您卤的 您肯定是给我买的 您这么细心的 您不可能 这卤蛋两种 有的带壳 有的不带壳 另外您是 贵州 百天顺 百天顺 做醬员的 您家酿酒 啊 酿这个 百天顺 和平鸭 嗯 那个做酱菜 造纸 纺织 中药 您不可能说那些鸡蛋 是吧 肯定您要是乳透了 都应该拿叉子 扎上小眼 扎上小眼 所以那味才能进得去 然后再一个 就是包装这盒 结果路上全都碎了 寄到我这 您看这个 您看这都是碎索料 这块索料又掉进去了 你看 我把它夹出来 你看 这都是 我都夹不起来 我这破手 你看这都是碎的塑料啊 这个 这都是这包装就不合格 色香味美食器 且不说它美不美 这材料就不合格 材料就不合格 相比这个说不上美 但这材料就合格 这是山海经给我做的 他给我做了这么两碗 我生日那天 他说请我吃饭 我说请吃什么饭呢 你给我做俩菜得了 山海经呢 是贵州人 但老家是常州 所以他给我做两个菜 一个是笋 笋就不好 为什么呢 色香味那色不好 白色的笋 加上好多猪油 所以我一看就恶心 这个呢 是笋和肉 是猪肉 红烧肉 我打开您看看 它这个碗呢 就合格 怎么叫合格呢 就是这个材料啊 至少材料合格 它也是快递 它是给我送来的 也是这种硬缩料 这种硬缩料 但是它这个 它这硬缩料呢 比较韧 不像那些 一快递来就碎了 当然这种食品 放在这种塑料盒里 都不好 现在我一打开盒 首先是一种塑料味 因为它放里这菜 肯定是热的菜啊 热菜凉了 你看都凝成 凝成一层白的猪油了 它肯定 它肯定是味不好闻 而且它跟着塑料 发生化学反应 挺好的一菜就毁了 挺好的菜就毁了 当然 它这碗还是比较结实 比百美姐姐的这个 烂锁料就强多了 就强多了 另外它是江苏人 长州人 它做的就比较细 颜色是黑的 这里边呢 是笋和梅干菜 梅干菜再跟红烧肉 一次起就把那些 多余的油就吸走了 所以我蒸一锅米饭 我一次抠点 一次抠点 把这么一碗 已经抠到现在了 现在我准备干嘛呢 把这个不好的容器里边的这鸡蛋 塑料和皮挑出来 把它搁在这里边 因为看貌似都是塑料啊 都是垃圾东西 但是这个包装总比那好点 要说的包装好 中国虽然说是伟大的色香美食器 但现在这色都成我这种色迷了 就是看大姑娘啊 看大白腿情 要说是中国的隋唐文化 真正传承好的 好不用 绝不用 不庸置疑 就是日本啊 比如京都 而在那结束的时候 连梁思成都给迈克阿瑟尽表 上奏道 说这不能把京都给炸了 是吧 这都是古城 你要对比其他那些亚洲伟大国家 全他们让给挥霍的差不多了 是吧 挥霍的差不多了 就没法提了 比如 那个光绪皇帝 当年闹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撤的时候 说隔地赔款 就也没隔地没赔款 说皇帝写一检查 光绪皇帝就写一检查 这检查写成说 我没管好我手底下的暴民 让他们蔑视国际公法 攻打各国使馆 杀了好多兵 杀了好多传交士 杀了好多老百姓 杀一个洋人 八十块打烊 杀一洋女人 四十块打烊 杀一小洋孩 二十块打烊 我作为皇帝 我追悔莫及 光绪华那把这检查贴在一个牌缝上了 中国人讲究 既当婊子又立牌缝 就立了一牌缝 往好说叫牌楼 你看北京现在老有人说 东四十条 他以为就是东四十条 不是 是东边那个有四个牌楼 所以叫东四牌楼 东四牌楼的往北边属地十条胡同 所以叫东四十条 当时其实就是东四 在东边有四个牌楼 这四个牌楼之间那个地儿叫东四 才说牌楼 光绪皇帝就把这个自己的检查 搁在牌楼上 把这牌楼立在哪呢 立在协和医院 就是协和医院东门 那有一条胡同叫外交 叫外交部街 就后来是世界知识出版社 外交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所在地 我好几本书 我钻进了金塔 我从战场归来 还有包括我帮小石 就是那个 那个我徒弟 孟汉摩德老管 他叫石局长 石局长 现在是中国住墨西哥的文化参赞 前两天还是中国住 以色列文化参赞的 石耀文的处女座 也是我介绍到这个外交部街的 外交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 我给他写的序 当时就把光绪皇帝这个检查 立在这牌楼上面 把这牌楼立在协和医院东门那 后来伊斯堂大战结束了 我们就把这个碑给推翻了 因为那是皇帝的检查 叫克林德碑 因为当时中国的神机营 就相当于警卫局 神机营的恩海 邦邦邦邦邦 把外国使团驻北京团团长 德国驻北京公使 克林德给他们打死了 克林德还不是简单人 克林德是德国普鲁士贵族 娶了媳妇又是一美国娘们 所以这事就弄大了 就皇帝就亲自写检查 把检查立在这 皇帝还派他弟弟 就驻后海的那个纯亲王 就是光绪光绪他弟弟 后来是溥仪他爸 亲自坐船 叫做巴伐利亚号船到德国 去给德皇威廉二世 就拽胳膊 发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发动八国联军 说那个叫 雄东人演说 雄东人演说 要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让他们过街 千年还记得德国人 就是那个拽胳膊皇帝的弟弟 亲自到德国去给人道歉 这都是当年那个 那个就是说牌楼 当表子立牌坊的 就这牌楼 一次大战 后我们胜了就把他给拆了 说给医到东丹去了 原来不在协和医院门口吗 东丹什么意思呢 就是东边的 丹排了 那原来也排了 弄到东丹去了 后再往以后又给拆了 拆了现在在哪呢 你去中山公园一进门 把上边那个宫里战胜那四个字又铲掉了 改成保卫和平 郭沫洛的四个字 所以郭沫洛这个四个字以前 在1918年一次大战结束 我们当了战胜国了 所以那给改成了 改成了宫里战胜 再往以前 八国人军实际上是光绪皇帝的一检查 就这牌楼挪这么几次 越挪越小 为什么那么小 盐都都有偷的 把这块石头偷走了 把那盐子给偷走了 所以这 说你怎么这么清楚呢 人一有一话句 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反正里边有杨立新 有现在当院长的那个 那个 好称司马迁后代的冯远征 就这帮人演的 就演的就是这个牌楼 所以我采访这个 新华社发的通稿都是我发的 我发这稿的时候 我跟着剧组仔细研究过 这个牌楼的来源 我就说这什么 现在就是偷工减料 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色香味美食器 现在我们你看看 你看看这就都不行了 我就说像隋唐文化 就传到了日本 宋 宋的文化 好像是传到了东南亚某国 是不是韩国 韩国别的不说 就韩国这个东西 叫Lok Lok 就这个玩意 这小河就不错 我这个河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女孩 这女孩在福建 我没见过她 在我网上老给我留言 叫张芳 叫张芳 应该是很善良 很美丽的女孩 她有一只猫 你猫得病了 她就要救那只猫 让我帮着她介绍医生 我就介绍了北京 那个张岳 CCTV半边天张岳 他们的那个叫热爱 流浪狗 流浪猫 那协会 那医院的院长 叫刘军 刘军就通过电话 遥控 给这个张芳 给这女孩说 你怎么救那猫 这张芳还赞助 还赞助这个 赞助这刘军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现在这么善良的女孩 真是少 这张芳 张芳他们家 出龙眼 就是桂园 他给我寄龙眼的时候 每一盒龙眼 都是装在这个 韩国的这个 LOKLOK这盒里边的 这盒呢 首先第一 就是食品级别 是符合食品级别的 第二也结实 这么好的食品 一定要装在 一美好的容器里边了 所以叫色香味美食器 不能随便对付 随便对付 挺好的吃的 也给毁了 所以祖国文化老说吃 现在都算不成了 送快递的了 送快递那些塑料包装 那些纸盒子 真他妈脏 所以我从来不吃 那些外卖的东西 是吧 我宁肯坐在那饭店里边 在阳光下 瓶口小酒 然后看着那菜 自拉自拉的炒着 端上来 比如响鱼扇红 前两天 我儿子妈请我吃饭 有一道菜 享游扇红 那个享游扇红 得那享游往那个扇鱼那段上一倒 那才叫享游扇红 吃这东西的时候 真不能对付 你别看我这么瞎对付 但是谁要是对付我 我就 我就 是吧 就你看我说这大馒头 我这馒头 至少我这鼓楼馒头 我看着它从蒸锅里蒸出来的 超市里卖馒头 我不知道怎么来的 当然昨天这姐姐就说 说你说这馒头 她这面里边对了化石粉了 她对什么粉 不知道 至少我买它的时候 我看见她热气腾腾 从笼屉里边拿出来的 对吧 这才叫有文化 吃个破他妈妈馒头 也有文化 嗯 嗯